在这一边他给我们一个 quartic 的 function x2-12x加33 他说他有inverse 如果我的x大过等于p 或者是x小过等于p 然后p是一个号码来的 find the value of p 然后接着他说如果我的x大过等于p的话 他要你找image of 那个f inverse x run the object 是那个6 ok 在这一边呢 我们的quartic equation x2-12x加33 ok x2-12x加33 他的shape是这样的 ok 你要懂quartic equation 他的那个 呃 形状是这样的 然后可是呢 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说 我有inverse的话 怎样他才会有inverse呢 他要1 to 1 他才会有inverse so top1 to 1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他这个minimum point 是6-3 然后我就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一边加上条件 就是说 当我的x x大过等于6 ok 我的x大过等于6 ok 就是说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原本是这样的 然后他大过等于6 他只是拿他的一边 这样他就有inverse 或者是他 是那一个小过等于6 后面的这一边 所以他就是 either是前面 或后面 这样他就one to one 他才会有inverse 所以在这一边呢 题目他说 我们是大过等于6的 大过等于6的这个部分 ok 所以他是大过等于6 然后这个6是要怎样来的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 呃 那个competing the square 因为他要拿来是minimum point 所以我的x 等于x square-12x加33 等于x square-12x加-6的 square-6 的 square加33 所以他是x-6的 square 点 36加33 然后他会变成x-6的 square 减3 所以他的axis of symmetry呢 就是这一个 所以我的x-6等于0 x等于6 是我的axis of symmetry 所以我的p会是等于6 然后他的那一个 这个minimum 是减3 所以他的minimum point 是6-3 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他在这一边 他说他的object 是 6 ok object是6 ok f inverse find the image of f inverse f when the object是6 ok 在这一边呢 他是 呃 image of m inverse object是6 所以他其实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 那一个 呃 他他这一个是f inverse的object 就是f inverse6 题目要的是f inverse6 ok 所以他这一句问的东西是 他要的是f inverse ok image of f inverse image of f inverse ok image of f inverse when这样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 我的f inverse6 我让他等于constant 所以我的6等于f of constant 所以我的这一边就有这一个东西 等于那一个 呃 就 就是这一个 他是 这个是我们的f 所以就是说 我的 那一个 k square-12k 加33-6 等于零 ok 所以我的这一边我这样来做 所以我就有 那一个 呃 就 在这一边我就有k square-12k 加 呃 27等于零 然后开挂5 等于零 k k 然后 他这一边是 3927 3927- 所以我的k 减3等于零 k等于3 k-9等于零 k等于9 可是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 在这一边 这一个k 就是说我的fk哦 我的k是他在这一边的嘛 我的 刚才在这一边我的x大过等于6嘛 所以在这边我的k会大过等于6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呃 这一个会rejected k等于3 这个会rejected ok 这一边就 rejected 所以我的k等于9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的f inverse 他的f inverse 其实你这一题你要找他的f inverse很难的 他有另一种方法 他另一种方法是你找他的f inverse 出来 可是你要找他f inverse 其实是很难的 这一个是 你的fx嘛 ok 然后 他是 呃 let f y 等于x then x inverse x等于y 然后这个是x大过等于6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y square-12 y y 加3是3 然后 等于 x ok 然后 呃 我的这一边 他就会变成了 那个 呃 y等于 ok 等于x 这一边我要减 减 那变成y等于u 这样 ok 等于 y等于x 然后 这一边就 f 然后我想这样 f inverse 我要这样找 f inverse 然后 x等于y 我要把那一个 y写成subject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 这一边就有y square-12y 加3-x等于 0 y等于 减b 这二加减 quare root 减12 square-4 1 33-x 和 后 1 所以他这一边他就会变成12加减quare root 那一个 144-4 432-432-432-132加4x ok over 所以他这一个是12加减 他不是加减的他是加或减其中一个我不用减在这一边他是12加4x over2 ok 12加 12加 square root 12 这个是 12 over2 然后加 那一个 square root 12加4x 12加4x 5x 那这个 没有 12加 12渐的 ok 12渐的话呢 就变成这样 ok 然后如果我放了这12加的话 这一边 哦对12加 所以这一个 他的这一个cloud是当我的 y等于x这样的东西 ok 所以这一条其实就是他的app invers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其实就是我的app inverse of x 然后题目要的是app inverse of那一个 的6的话放6进去 so这个就很难了 你你基本上到这一个equation 这一边我相信很多学生做不到 ok 更何况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app inverse 6 所以我的app inverse 6 等于12加square root 12加4乘6和2 ok 622加4加12加36 612加618加4乘2 9 所以他这个是等于9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上面的这个也是一样 然后他的app inverse of 6 会是等于9 ok 只是我用concept的情况之下 我就不需要找出他的那个app inverse 出来 ok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个app inverse 6 最后拿到最后拿到是9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的那个x等于6 x等于6的时候 啊我的这个f inverse是在这一边 然后是9 ok 或者是我们用另一种方法 就是我的fx等于6 然后就是我的y等于6 y等于6 的时候我拿到这个是9 然后这一边或这一边 这样 ok so 重点是在这一边 这一个 这一个是有考到concept for那一个 呃你要这样做的话呢 他就会牵涉到那个concept for那一个quadratic的concept 就是没有inverse的concept 就是说你 这一个要 呃只有one to one 他才会有inverse 还有one to one 他才会inverse 然后这一边才会有inverse 这样 所以呢你就从原本的这一个 左右的变成这个one to one 这样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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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